第1297章 激战 这天明宗那凶悍的名头倒也来得不虚啊 萧妍少爷 怎么办 清林也是因为这突然的一幕微皱着柳眉 问道 哼 还能怎么办 天明宗竟然敢派出这般大的手笔 想必是必然抱着萧妍微微一笑 但那漆黑的眸中却是涌动着冰冷彻骨的寒意 轻声道 但光凭你四人的话 倒是有些小看在下了 口气倒是挺狂的 你那火莲威力的确不弱 但我四人联手足以将之硬扛下来 没有了那种火莲的攻势 你在我四人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妖花邪君冷笑道 文言消炎脸庞上却是缓缓掀起一抹糊度 手印悄然变动 玄机猛然一宁 浩瀚气息猛然间的如同火山一般 自体内铺天盖地的抱拥而出 你所说的是一个月之前 浩瀚气息弥漫而开 在天际扩散开来 一股极度炙热的温度也是悄然而生 令得这天地间的空气迅速变得跟造起来 四星斗尊 感应到硝烟这等气息 妖花邪君的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虽说他早便是从花底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 但如今亲眼见到 心头的振动依然不小 这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修炎便是提升了足足两个星的实力 这等修炼速度足以担得起恐怖二字 要知道 若是患着寻常斗尊强者正常修炼的话 恐怕消耗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方才能够达到这种提升 然而这些时间在硝烟手中却是被生生地缩短了无数倍 这小子修炼的功法有些诡异 此次若是将其抓住 倒可以逼其将功法说出来 我若是能够得到这种功法 日后成就必然不低 甚至连天明松内都是少有人能够与我抗衡 腰花斜金目光微微闪烁 一抹贪婪却是自眼中夺过 四星斗尊而已 你还没资格在我四人手中蹦的 那名领头的挥袍老者 目光淡默地瞥了硝烟一眼 说到此处 他四也是有些不耐 挥了挥袖袍 说道 最后一次 你是自己跟我们走 还是由我们将你打的半死后拖走 我这人呢 皮贱 还是选后者吧 萧炎笑咪咪的说道 哼 可以 挥袍老者面色阴森 缓缓点头 脚步猛然前踏 沉声道 这小子很狡猾 一起出手 先擒住他再说 文言 妖花携军三人也是点了点头 对于萧炎的那种火莲攻击 他现在都还记忆忧伤 若是一个人的话 他真是有些不太感尚 以那种火莲的毁灭之力 一个不慎 可怕叫得当场毙命 萧炎少爷 我拦住一人 下面那个贱人 便由九幽地迷茫的强者应付 见到开始有所行动的对方 清零脸颊上 也是浮现异谋凝重 此次对方有备而来 四名六星级别的斗尊强者 这等阵容可是相当之强 他们人少 若是不谨慎一点的话 今天恐怕还真是会阴沟里翻船 而伴随着其话音落下 其碧绿眼瞳之中 绿芒闪烁而过 十几道身影便是齐齐凭空浮现 玄机在清零的一道合声之下 对着花锦一用而上 突然出现并且暴躲而来的大批人影 也是令得花锦惊了一跳 不过当他在感觉到 这群人中实力最强的也不过一名二星斗尊后 方才松了一口气 不屑地说道 对于花锦此话 清零确实懒得理会 在眼中将封印的强者尽数召唤而出后 其脸颊也是变得正重起来 双手闪电弯得结束一道道印结 而伴随着其印结的变换 一股远古凶利之气 也是缓缓地自己体内抱拥而出 感受着清零体内弥漫而出的凶利气息 硝烟明白 他已经开始动用那远古天时的灵魂力量 当下手掌也是以我 十一具傀儡闪现而出 眨眼间形成阵法 能量传递间也是迅速让得天妖魁身体之上的暗金色 越发深沉 以硝烟现代的实力施展了天火三玄变 应该能够与两名六星斗尊交手 但如今即便有着清零牵制一个人 但对方还有着三位六星斗尊 因此他也只能将天妖魁召唤而出 暂时的顶一下 虽说以天妖魁的实力和一名六星斗尊交手略有些勉强 但拖延时间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办到 在硝烟召唤出天妖魁时 一旁的清零浑身凶利之气也是越来越浓郁 不过索性其双瞳之中依旧保持着清明 显然以他现在的实力 已是能够初步地控制远古天蛇的灵魂 小爷少爷 我先动手了 清鹤之声落下 清零的身形便是如同闪电般的暴躲而出 那股弥漫天地的凶力 也是令得妖花携君四人面色有些变化 没想到这个小丫头也是一个棘手的货色 老四 交给你了 那领头的灰炮老者 也是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暴躲而来的清零 玄机皱眉道 嗯 没问题 一名略显干瘦的老者 面色阴旧地点了点头 玄机身形移动 便是出现在了清零的面前 也不多说 阴冷斗气自掌心中抱勇而出 然后便是狠狠地对着清零拍了过去 见到这干瘦老者功来 清零也是冷哼一声 丝毫并未退让 碧绿眼瞳之中绿光萦绕 也是直接地迎了上去 萧炎 我倒是要看看 今天你能否逃出 我天明宗的手心 记住老夫的名字 天明宗 森罗 鬼尊 灰炮老者目光森冷 领着妖花携军与另外一名天明宗强者 呈环形状 对着硝烟包围而去 动手 包围之行一成 那所谓 森罗 鬼尊眼中便是浮现 争鸣之意 一声朗鹤 三股浩瀚斗气 顿时抱勇而出 三道身形如同闪电一般 对着硝烟 暴夺而去 那凶悍的攻势 直接使领得这片空间 都是凝固了下来 去 萧炎被尖一颤 那青红古役便是延伸而开 身形暴退间 屈指一弹 那天妖魁便是化为一道金光 将一名天明宗的强者 拦截而下 天火三寻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身形暴退 萧炎手印变动 浑身气息 瞬间便是不断地暴涨而起 短短的瞬间 便是突破至了四星层次 半晌后 其气息雄厚程度 已经丝毫不迅速于 妖花邪君 焚炎谷的天火三寻遍 见到萧炎那暴涨的气息 那森罗鬼尊眉头也是一皱 玄机能笑道 不要留守 天火三寻遍 有着时间的限制 等时间一到 今天 他便是插翅难飞 妖花邪君 也是面色森冷地点了眼头 手中折扇爆发出 淡淡的奇异光芒 收起折扇 折扇便是如同 最为锋利的刀刃一般 划划空间 对着硝烟喉咙 划了过去 面对着妖花邪君那迅猛凶悍的攻势 硝烟脑袋却是微微一偏 闲闲地避开了那锋利的折扇 右掌紧握成拳 然后狠狠地对着妖花邪君脑袋怒轰而去 以硝烟如今的实力 妖花邪君自然不敢有半点小觑 在施展了天火三玄变之后 硝烟的实力 已经丝毫不逊色于他 再加上异火的威力 正面战斗力甚至已经有着超越他的迹象 心中夺过谨慎的念头 妖花邪君手腕已翻 手中折扇便是扑拉一声 被彻底展开 然后被其挡于身前 将硝烟之一拳应接了下来 一拳落在折扇之上 紫鹤中带着一点森白色的火焰 猛然间自硝烟掌心中抱涌而出 然后以一种雄雄之势缠绕上折扇 并且飞速地对着妖花邪君身体上满烟而去 火焰弥漫 妖花邪君的衣袖几乎是在一瞬间化为灰烬 但其反应也不慢 当火焰弥漫而来时 浩恨斗气便是自己体内抱涌而出 对着那火焰抱涌而去 想要将之尽数扑面 然而当斗气与那火焰相处时 奇异的一幕便是出现了 只见得那些凡是沾染上火焰的斗气 都是会在轻壳之间化为十字般的冰晶 因此短短一瞬间 腰花邪君的手臂便是在其惊骇的目光下 被一层层浩祸的冰晶所覆盖 好诡异的异火 这般变故令得腰花邪君面色巨变 身形亮掐后退 与一个月之前相比 如今硝烟的那异火 似乎变得越发的厉害与诡异起来 一招震退腰花邪君 硝烟刚欲追击 一道苍老身影便是闪现在身前 阴旧的面孔之中渗透着丝丝纷冷 一只呈切黑似的大手 如同鬼爪一般直接穿透空间 带着一种危险般的感觉 闪电般的对着硝烟脑袋抓了过去 接老夫遗迹 久悠名首试试 豆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豆破苍穹 第1298章 1298章 功法显微 感受着那漆黑大手之下 所弥漫的森寒进风 硝烟却丝毫并未退让 愣笑道 哼 要是单打独斗的话 我还盼着老鬼不成 鹤声落下 其掌心之上 火焰紧速营绕 然后猛的一拳轰出 直接是与那分裸鬼尊的漆黑大手 重重的对轰在了一起 八级崩 突然变得灵力与炙热的拳风 狠狠的撞在那漆黑大手之上 惊天之声 突然响彻 而那惊人的进气涟漪 也是飞快的扩散而出 周到的空间 感受到这般波及 也是逐渐的扭曲起来 拳掌硬碰 进风成环形状的抱涌而出 萧炎与那三罗鬼君的身体 皆是一颤 脚步凳凳的各自退后了几步 以如今萧炎的实力 在施展贴果三玄变 其完全具备了能够与六星斗尊交手的能力 而且焚绝更是进化成了准天洁功法 运转之间斗气源源不断的涌来 丝毫不用担心会被对方的车轮战给耗死 哼 好小子 果然是有这几分能耐 见到驿掌 居然只是与萧炎拼了个平分秋色 那三罗鬼君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差矣 旋即目光转向腰花携君 此刻的后者也是飞快的 将那弥漫而来的火焰尽数化解 虽然看上去有点狼狈 但也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六星斗尊的能力毕竟不是摆着看的 在趁着三罗鬼君退后时 萧炎也是目光趁机扫了扫 远处清临所在的战圈倒还好些 凭借着碧蛇酸花铜的诡异 以及原果天蛇灵魂的相助 那天明宗的强者一时半会儿还奈何不了他 但除此之外 其余的两处战圈都并不如何乐观 天妖魁即便经历了阵法增幅 也仅仅只是能够与四星级别的斗尊抗衡 而那天明宗的长老却是堂堂六星斗尊 这般娇手天妖魁自然是要尽落下风 若非其身体没有半点疼痛感觉的话 再加上身体极度强硬的话 恐怕早就是会被对方轰成一团烂泥 不过即便如此 如今的天妖魁也是被那家伙轰得浑身火花剑射 坚硬的身体都是出现了一处又一处的凹陷 天妖魁这里落入西亚风 那众多被清灵控制的强者 那里也不太好 虽说人多势众 但毕竟实力比起花剑却是差了太多 若非有着两名二星斗尊死命阻拦 恐怕其余的那些人 早就被花锦收起刀落的 尽数给解决掉了 但看这种情势 明显也是支撑不了太久 目光飞快地夺过这些战圈 硝烟眉头也是忍不住的微微骤起 这次的情况倒也的确略微有些棘手 这些天明宗的家伙 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容易对付 小子 这种时候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一把 在硝烟门雨间 冷笑声却是从前方传来 他微微抬头 却是见到僧罗鬼尊与妖花携军 同时紧逼而来 磅礴斗气缠绕在两人周身 杀气腾腾的模样 显然是要开始同时出手了 呼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消炎面色恢复平静 澎湃斗气在经脉之内飞速运转 足以毁山断河的可怕力量之感 在肌肉之中飞速传递 上 森罗鬼尊面色微寒 一声冷喝 他与妖花携军的身形 几乎是同时间暴躲而出 两道凶悍异常的斗气匹炼 便生生的撕裂空间 带起千尔玉龙的乌破风之声 对着消炎爆轰而去 面对着两人的联手 消炎的面色微凝 双手一握 掌心中紫褐色之中 带着一丝森白色颜色的火焰 便是暴涌而出 然后凝聚成两只火焰大手 重重的与那斗气匹炼 轰击在了一起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炸响之声 天际之上 斗气的余波弥漫而开 浩浩荡荡的 令得这片天地的空间 都是呈现出一种扭曲的虚幻之状 远远看去 就如同是森林上空的 海市渗流一般 九幽名手 斜风斩 森罗鬼尊与妖花携军联手 一道道威力凶悍无匹的斗气攻击 源源不断地倾泻而出 疯狂地对着消炎轰击而去 看着模样 两人分明是想倚仗着人多势众 生生地将消炎给磨死 而面对着两人疯狂的猛攻 消炎也是面色凝重 一道道威力不俗的斗技 被其顺手拈来 然后便是随手击出 与森罗鬼尊二人的攻击 轰击在了一起 天空之上 在这等无比剧烈的战斗下 变得极为精彩起来 绚丽能量如同烟花一般爆炸而开 能量对碰的炸声也是响个不停 方圆百里之内 都可隐隐感觉到 此处那狂猛的能量波动 那越战越猛的消炎 森罗鬼尊的眉头 却是越来越紧皱了 如此长时间的战斗 对于斗技的消耗 可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地步 即便是连他们二人 都是感觉到了 体内斗技大幅度减少 但对面的消炎呢 不仅没有这种虚弱的感觉 反而好像是 越来越精神抖走了 腰花 清吸一口气 森罗鬼尊猛的一声大喝 而听得他的喝声 那腰花携君 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浑身气势猛的一变 一股极度浓郁的沙发之意 徐徐的在其两人体内 弥漫而出 感受到两人突然间 变得如同修罗一般的沙发气息 消炎眉头微皱 这种感觉 他并不陌生 老夫今天倒是要瞧瞧 你这小子究竟能有多扛打 沙发之意急速弥漫 森罗鬼尊双眼 突然一争 立鹤道 天明修罗手 鹤声落下 两股宛如实质一般的沙发气息 直接是在两人体内弥漫而出 旋即在面前形成一团乌云般的存在 而乌云在波动之间 一股足有百米巨大的乌黑巨手 猛然间自其中拖出 然后一把便是对着消炎抓了下去 乌黑巨手之上 弥漫着一种令人心寒的沙发 这种沙发乃是由曾罗鬼尊二人的意志所形成的 此手若是激动消炎的话 必然会直接对后者的意志造成摧残 天明修罗手嘛 望着那铺天盖地抓来的巨大手掌 萧炎却是冷笑一声 身体一颤 一股相同的灵力沙发 与闪电般的自其体内抱拥而出 短短瞬间 一只同样乌黑的巨手 便是在森罗鬼尊二人震惊的目光中飞速成形 然后闪躲而出 与他巨手狠狠的撞击在了一起 两者形状并没有巨大的爆裂之声 有的只有那低沉的细微闷声 沙发之意疯狂的扩散而出 而受这种沙发的沁染 那幽民鬼尊与腰哈斜筋的呼吸 都是变得略微有些粗重起来 红然相撞 寻机便是互相侵蚀间 栩栩消散 沙发之意也是悄然散去 见出其中脸色都是有些苍白的三人 你竟然也会我天明宗绝学之一的天明修罗手 森罗鬼尊目光难以置信的望着萧炎 先前后者所施展的那斗技 分明便是与他们同出一脉 对于他们的力喝 萧炎确实未曾理会 这天明修罗手自然便是他当初从天明宗那一尘手中得来的 萧炎得到了也是经常沿袭 不过这一次倒还是第一次施展 所取得的效果似乎还不错 不要给他放松的机会 他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消耗 腰花斜筋面色也是有些不太好看 沉声道 森罗鬼尊微微点头 刚欲再度疏手 确实见到萧炎脸房上 突然滑起一抹诡异笑容 旋起后者缓缓摊开双手 而伴随着萧炎手臂的摊开 两人便是猛然觉察到 这片天地的能量竟然如同沸水一般 剧烈的沸腾了起来 一股股宛如十字般的能量 源源不断的对着萧炎体内抱涌而去 而伴随着这等雄厚能量的支援 萧炎脸房上的苍白 也许许地消散而去 这是天阶功法 望着这一幕 森罗鬼尊二人几乎立刻便是呆滞了下来 以他们的阅历自然是清楚 这等近乎掠夺能量的行为 只有这那传说中的天阶功法才能够办到 难怪我二人怎么打 都是无法对他造成太大的消耗 原来这家伙拥有着天阶斗技 森罗鬼尊二人嘴角微微抽搐 拥有着天阶斗技做支持 萧炎的斗技几乎能够源源不断 而他二人却终有好甘之士 这种战斗还如何打 在两人惊惧间萧炎的眼眸也是栩栩盛开 感受着体内充盈了许多的斗气 不由得唯唯一笑 冲着二人细虐地说道 再来 见到萧炎这副模样 森罗鬼尊面色也是略为阴沉 说道 萧炎 你也莫要得意太早了 对你感兴趣的可并不只是我天明宗 花烟落下 森罗鬼尊目光转向下方 讽若死狱一般的森林 大喝道 若是再不出手的话 这小子可就有得跑了 呵呵呵 森罗长老放心 他跑不掉的 因为担心他身上有着药臣给予的空间欲减 所以我先将这里的空间给封锁了 森罗鬼尊的鹤声刚刚落下 一道淡笑声也是随之响起 旋即天空上的空间微微扭曲 一道身影浑浑浮现 望着那浮现天空的熟悉身影 萧炎心头却是猛的一沉 九天尊 竟然连你也来了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魄苍穹 第1299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